英语失良 日夜温差大 下周强烈冷气团又要来 三高患者扫心心血管疾病 找上门 营养师建议透过红麴食补来预防 但市售保健品白白款 民众该如何挑选 市面上现在的红麴产品大多为单方 但是其实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组成原因相当的多 光是这样胆固存是稍显不足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挑选一些副方产品 可以共同来加成保护心血管的一个作用 副方保健品保护加成 由红麴与植物固存纳豆鸡莓组合 搭配预防组织缺氧的Q10 提升血流含氧量的红景天还有姜黄 打击三高提升心血管健康 像植物固存这个成分 可以降低我们小肠当中 对于食物当中胆固存的吸收 另外像是一些抗发炎抗氧化的成分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成分可以延缓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速度 所以可以降低我们心肌梗塞 跟脑中风的一个发生几率 营养师提醒适量补充保健品的同时 还是得控制饮食搭配运动才能健康一整年 三日新闻林翔泽廖静颖 请北市报道